拥有屏东不夜城之称的潮州春节市集 除夕到初四连续五天全天候不打烊 并且聚集了将近600个摊位 也吸引了很多的民众前来 另外呢 在高雄也有过年限定版的市集热闹登场 不仅是除夕到初四一连五天都能够逛 营业时间更是从上午的10点到凌晨1点半 就是要让民众能够逛得开心 何许阳光照耀下 人潮涌入春节市集 香肠米长 肩台上滋滋作响 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被料多 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人潮入续续有再出来了 比较有年限的气氛 民众前来搭带美食小吃 而不仅有吃还有的玩 商家把娃娃机都搬进市集 大朋友小朋友玩得都开心 拥有屏东不夜城之称的潮州春节市集 除夕到初四连续五天 全天候不打烊 并聚集了将近六百个摊位 自然吸引不少民众前来 潮州的春节不只有市集 当然我们现在市集已经感受到人潮已经涌现了 而不只潮州春节市集 过年限定的高雄新乐街市集 同样热闹登场 人潮筛爆 许多民众春节期间跑来大逛特逛 不仅大块朵頤美食 还趁势采购年货 好吃又好玩 民众真的很嗨 觉得蛮有春节的感觉 超好玩 超好玩的 很有趣 高雄延纯新乐街市集 今年从除夕到大年初四 一连五天都能逛 尤其营业时间 更从上午十点到凌晨一点半 让民众一路玩到半夜 人潮还不错 还不错啦 过年买期很高 年节出游 民众采接逛市集 有吃有喝又有玩 摊伤也乐的大赚新年财 记得重要报道